台南鳳梨的三軌將會進入賣聲 但有完持續瓦銷到國外 這次就33.6斤的鳳梨 將會瓦銷到日本的各種市場 市場委員會請自出席風貴的儀式 民隊接下來將會來到的選項三軌 市府要超級補助 期待創作消息的核心節 現在鳳梨的三軌將會進入賣聲 除了國內的市場以外 也有部分鳳梨的瓦銷到國外 這次就有兩個火鍵 台湧33公噸的鳳梨將會出口到日本 市場最好市場委員會請自參與風貴 除了鳳梨以外 這麼順利的選項 也就是市府關心的瓦銷重點 然後還會來市場的財政農民 提供台南優質的農產 事實上我們的出口商都很努力 現在都已經好幾十櫃都已經出去了 今天這兩櫃只是一個里程碑 什麼樣的里程碑呢 宣告我們的台南的鳳梨季節 已經接近尾聲了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接下來的芒果啦 那再預作準備 其實我們今天的芒果的銷售 我們也是蠻看好的 因為這個果形果粒剛好適合到日本的市場 太大太小都不好 那今年也還可以 所以說我相信芒果應該在接下來 6月份的台南國際芒果節的時候會出現一波高峰 這次多少人來將會不會到日本的超級市場 其中就日本皇室會知道購買的超市 購買的超級市場 我們合作的芒果超市 超商它是比較特別的 它不是一個一般的小型超商 它有一個很大的超市在清靜澤附近 那清靜澤附近它總共有四十幾家 清靜澤那一個是非常大 那那個是天皇他們家在夏天度假的時候 他就會跑去採購 所以在這個有指標性的意義 因為我們都覺得台南市這麼優質的鳳梨 一定要推薦到給日本最優質的超市 今年翁來的介紹相對賓文 現在三櫃準備結束 民眾贏得100個機會 平常台南郵集的農產品 這次要準備進入三櫃的選項 農業教藥基台可以討典日本的市場 記者國務院南西区 蔡陽博德 一直舉來的 頓 encontrar 但 stripes